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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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我是卡路斯 在之前一系列三的打印教材中 我都使用了一部創造的機器 叫做Ander-3 V2 而節目中我包括曾經比較過 Ander-3 V2和Ander-3 Max 亦都曾經把不同顏色的PLA 和不同顏色的TPU 逐樣逐樣打印 比较得出來的結果 令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Ander-3 V2 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同一時間 很多朋友都買了這部機器 但回想 Ander-3 V2始終是小機一部 如果要印到底盤超過220mm 又或者一次印幾十個小型的物件 Ander-3 V2便幫不了你 在這裏我便會想回卡路斯 一向支持開的CR系列 我記得我自己 四、五年前 由最小型的CR7開始用起 直到後來換CR8 後來變成有龍門的CR10 到最後我買了一部CR10 V2 在去年印口罩時期 我已經發覺它是無敵 到最後我還為它加上 泰坦扣和自動調平裝置 但其實在我過程中 創想又出了另一部機器 叫做CR10 V3 其實這部機器已經出了一年了 卡路斯也和朋友一起開箱 只是未真正拍過影片的介紹 為了和這麼熱門的Ander-3 V2 比較一下 於是我就紋創想拿了一部回來開箱 CR系列是有個特點的 就是控制主機是分離式的 而整部機器的安裝也十分簡單 打開零件的包裝 找到四顆黑色的螺絲 只需要將這四顆螺絲在底部插入 連結在龍門 然後扭緊螺絲 整個機架就已經成型了 這部份真是快過Ander-3系列很多 留心一下包裝的海綿 當中還有一個隱蔽的地方 是收著四支棍的 因為機體比較高身 是要靠這四支棍 把支架撐住 而使用的就是這兩種螺絲 先用毛頭的螺絲 將兩支棍撥長 再在零件包裏 找出兩個L型的配件 而L型配件上面 一早已經安裝了T型絲帽 讓你非常簡單 將它裝在支架的頂部 而有圈的螺絲 中間要穿上一個定位用的絲帽 然後才扭入棍的兩端 正好就通過螺絲上面的圓孔 將棍頭安裝在L型配件上面 而穿著那顆絲帽 也要靈緊去迫實棍頭 而棍尾就用相同的方法 安裝在支架的底部 螺絲也要靈緊去迫實 這部做好了 整個支架就會形成一個三角形的結構 非常堅固 至於機頂部 應該安裝兩個配件 一個叫做斷料檢測開關 而另一個就是耗料支架 安裝方面都是用T型絲帽 可以根據說明書上面的圖樣 將它來安裝在適當的位置 基本上支架的安裝完成 剩下的就只是接線 可以先在配件袋裡 找到這個Z軸的行為裝置 將它安裝在這個位置 安裝好之後 更加要插好線 它才會生效的 此外 此外 這款機器 是有兩個Z的佈進馬達 兩個都要先接好線 才可以試機 不要忘記 斷料檢測開關 以前是放在這個位置 現在就要用一條延長線 延到機頂這個位置 支架引出來這條電纜 接到主控機 而主控機上面另外這兩條電纜 又要接到支架 而CR系列 亦採用了我最喜歡的精甲玻璃打印鏈 一起安裝完畢 接好電源線 啟動開關之後 就可以試行Auto Home的指令 打印剛才可以回到這個位置 表示你的接線 就一點錯誤都沒有 由於我真的想看 CR10打印出來 跟Ander 3 V2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今次用上一次 創想出品的TPU材料 由於CR10 V3 就一早配置了太坦頭 所以理論上 它應該更加適合打印TPU 而由於它跟機已經安裝了太坦頭 就不需要好像V2 那樣再修改固件 至於CR系列的機 就用大卡 所以我用Ander 3 V2的卡 就要加上Adapter 一如以往我們手動調平四角 有經驗 就不需要拿張A4指 用眼看也可以 為了跟上一次打印的質素比較 我就用回相同的檔案 只要調平做得好 打印TPU 基本上就不是什麼難事 令我想起 之前CR10 V2 改裝太坦頭的時候 真是困難重重 而基本上 最近這幾款創造的打印機 它的安靜程度已經不容置疑 而使用了相同的檔案 打印的時間 原來跟Ander 3 V2是一樣的 但究竟這樣打印完 跟Ander 3 V2 又可以怎樣比較呢 在我們做Ander 3 V2 打印TPU的實驗之前 我真的會覺得 近端打印頭 打印TPU是會比較優勝的 但今次打印了相同的九個小時之後 我發覺使用CR10 V3打印出來的效果 其實跟Ander 3 V2 都是差不多 我們不妨來看看 上一次用Ander 3 V2打印出來的效果 基本上用的時間是一樣 材料是一樣 效果都是相似的 所以用了創造的TPU打印材料之後 其實用近程或遠程 來打印TPU的分別都不太大 經過了這麼多次Ander 3 V2的介紹 以及今天的CR10 V3開箱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這兩部都是很高質素的3D打印機 但在購買和使用的時候 應該怎樣選擇 我相信各位都有能力根據自己要求 例如是否打印TPU 或者是否需要打印很大件的物品 又或者需要大量生產小件的物品 等等的需求來選擇使用哪部機器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喜歡卡樂斯的影片 請關注、點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